有个年轻人为了想要逃避兵役 在体检前先跑了操场一圈 又喝了一肚子的咖啡 想让自己的血压升高 没想到体检浓然通过 他有点失望 但也只好乖乖去当兵 过了半年 他在一次演习中受了伤 治疗时 护士帮他量完血压之后问他说 是谁让你入伍的年轻人问 怎么了 护士说你血压那么低 怎么会通过体检的呢 宋朝有位张丞相 爱写草书 但在行家眼中 却不值英文 有一天他心血来潮 又做了一首诗 而且他马上就拿起笔来写出来 只见蛮子龙飞凤舞 写完后 他又命他的儿子抄录背诵 他儿子抄到一半 因为看不懂 就问张丞相说 这是什么字 张丞相走看又看 自己也看不出来 就大骂儿子说 你干嘛不早点问 现在连我都忘了 下次记得早点问 知道吗 宋朝有一个人叫做 陈师早 他个性 很麻烦 特别是年纪大的时候 很容易晃神 有一天他上完早朝 就对他的车夫说 他要去拜访一位朋友 这个车夫没有听清楚 还是把他载回家 陈师早到客厅坐下 就说 这客厅的布置 怎么和我家很像 不然他又看到 墙壁上的字画 就说 我家的字画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这时 家童走过来 他就骂家童说 你在这里干什么 老王两夫妻 经常意见不合 最近 他们又因为 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不同 大吵一场 老王向妻子咆哮说 自从我们结婚七年来 没有一件事情 看法是一致的 老王的太太就冷冷的说 你又说错了 明明结婚是七年零一个月 怎么你会说是七年呢 有一只猫 因为生活困顿 一次在福利开的 一家酒店做台 有一天 这么多透彩的老鼠 到酒店销费 点名要将猫带出场过夜 猫 敌死不住 老鼠就拍桌痛骂说 你什么东西 当初追老子 追了死去活来 现在我自动送上门 你却还在假震惊什么 情年节那天 小美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 她不禁感叹地问她的祖母说 阿嬷 为什么你们那个年代 一段感情可以维持六七十年呢 阿嬷说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 什么东西坏了 只会想去修 你们这个年代 只会想去换 有一天 大象在森林上完厕所 恰好 手边的卫生纸用完了 就顺手 抓了一只小白兔说 你怕掉毛吗 小白兔说 我不怕了 一次呢 大象 就抓起小白兔就放了小白兔 第二天 大象吃饭了 又忘记带卫生子 就抓了一只小松鼠 问说 你怕掉毛吗 小松鼠说 我不怕了 一次呢 大象就抓小松鼠 擦嘴巴 然后放了它 小松鼠笑嘻嘻地说 我就是昨天的那只小白兔呀 小学一年级开学第一天 吉任老师问 各位小朋友 你们长大以后啊 想做什么呢 小伟说 我要当医生啊 为老百姓治病啊 小俊说 我想做科学家 这样对老百姓啊 才有贡献啊 小光说 我要做警察 为老百姓除暴安良啊 老师哦 最后问小妹说 小妹 你想做什么 小明啊 想着想就说 我要做老百姓啊 小明是一位 秉性善良的好孩子啊 他看到了电视上 正在播报 坏人 为非作歹的新闻啊 不禁感叹到 妈妈 我常在想哦 如果这个世界上 只有好人啊 没有坏人啊 那该有多好啦 妈妈想了想就说 不过呢 如果这世界上 真的一个坏人都没有 好像也不行呢 小明问 为什么呢 妈妈说 你爸爸是警察 如果世界上没有坏人 你爸爸恐怕要失业 那我们要吃什么呢 有个年轻上班女郎啊 想租房子啊 看房子的时候 一直挑剔房子的缺点啊 和房东说 你这房子哦 未免太差了 窗户和门啊 都已经关起来的 但是哦 还是哦 还是有风啊 一直渗透进来啊 你看我的头发 都被吹动了呢 这么破的房子哦 房租就打个对折吧 房东听到一连串的抱怨 非常不高兴啊 就说 我看哦 你先去理个泥沽头啊 再来租房子吧 这样哦 保证啊 不会有任何风吹草动啊 清朝乾隆年间啊 彰化有位大财主 名叫金百万啊 平日哦 省吃俭用啊 甚至哦 三餐都以白饭配 盐巴酱油来下饭啊 有天哦 邻居告诉他 他的儿子哦 在酒楼啊 大吃大喝啊 甚至啊 吃喝飘赌啊 样样来了 金百万听哦 非常生气 也非常懊恼啦 并和他的妻子商量说 从下个月啊 我们开始啊 不要那么省了 我们吃饭啊 也要配一些 萝卜干 豆腐乳啊 好好享受 享受 一位立委参选的人啊 正在公庙前的讲台上啊 发表证件啊 由于内容故障 而且呢 过于冗长啊 所以听众啊 都跑光了 只有一个人啊 冷藍没有做 还频频点头啦 参选人哦 很感谢这位 坚持到最后的听众啊 准备上前和他 握手致意啦 但走近一看哦 原来啊 这个老人家啊 正在流着口水啊 打口睡了 法官啊 像离婚诉讼案件中的男人说啊 你太太说你啊 常和不震惊的人鬼混啊 所以哦 坚决要和你离婚啊 不过我认为哦 你们还是到外面和解一下 比较好了 千万哦 别轻易就离婚了哦 这位男士说 非常感谢法官大人啊 不过我也恳求拜托啊 您和我做个朋友 这样子哦 等一下真的和解的时候啊 才不会有问题啦 宴会上啊 王太太和李太太 初次见面啊 交谈聊天啊 王太太和李太太说 你看哦 站在窗边的那个男人啊 真讨厌啊 刚刚你还没有来的时候 他还目不转睛的盯着我看啊 还对着我微笑呢 现在哦 却拽得二五八万似的 连正眼啊 都不看我一眼啊 真是假震惊啊 李太太说 哦 那个人啊 是我先生啊 老王啊 怒气冲冲的质问他 起来的外籍移工说 你怎么告诉我太太啊 我昨天晚上几点回来呢 外籍移工说啊 没有 没有啦 我没有告诉太太啊 只是她问我昨天晚上啊 你几点钟回家时啊 我告诉她啊 我忙着做早餐啊 没有注意看表啦 青年节的第二天啊 老王的太太一大早就问老王说 老公啊 昨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啊 在哭什么啦 老王说 我梦见自己又结婚了 老婆说 这不是很好吗 有什么值得哭泣的 老王说 问题是哦 入洞房啊 掀起盖头的时候 发现新娘啊 竟然还是你啦 老婆就 有点生气的说 难怪啊 外面谣传你说 外表一本正经啊 其实你满脑子啊 黄得出油啦 老王说 关于这个谣言啊 我要澄清一下 老婆说 澄清什么 老婆说 这根本不是谣言啊 老婆气得一巴掌 打了过去 清高中 乾隆的大臣啊 刘庸啊 有一次哦 说错话 惹怒了乾隆啊 乾隆就叫他去 投河致敬啊 刘庸啊 走到河里啊 才走到一半哦 就爬上岸啊 前隆问他说 你在水中 遇见了什么 刘庸庸说啊 刘庸说啊 我在水中啊 遇见了屈炎啊 前隆说 屈炎跟你说了些什么 刘庸说啊 屈炎说啊 我是因为啊 遇到昏君啊 我才来投河啊 那你遭遇的是 圣明天子啊 你干嘛也来投河呢 前隆听啊 就笑一笑 把刘庸给放了啦 有个士兵哦 非常的笨拙了 打把射击啊 十发 全部脱爬 当他把完整无损的爬纸 交给射击教官的时候 自己就低着头 非常自责的说 哎 看到自己的成绩哦 我真想啊 一枪打死自己算的 教官就说啊 你真要这样做的话 我看哦 一枪啊 恐怕不能解决问题哦 你起码啊 要带十一颗子弹 看看有没有机会哦 从部队退伍的阿雄啊 在梦中大喊 阿芳 阿芳 我离不开你啊 阿芳的太太 叫醒阿芳说 阿芳是谁啦 阿芳说啊 阿芳是部队里 福利车养了一只母狗的名字啦 几天后 太太塞给阿芳一封信说 福利兽的母狗啊 给你写信来咯 有个封城里郎啊 生意不佳 非常苦恼啊 就到庙里烧香拜拜 祈求顾客上门啊 敬拜完毕后啊 他随口问和尚说 你们在庙里哦 做些什么事 不会无聊吗 和尚说 还不是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啊 尽本分罢了 和尚啊 也很好奇的问 那你又在做什么呢 这位封城里郎说 也没什么啦 就是当一天钟啊 撞一天和尚啦 小陈啊 今年三十多岁了 但还是一直追不到女朋友啦 他感叹的问他的同事阿珍说 为什么你们女人哦 勾引男人啊 那么容易啊 我们男人追女生哦 却那么难啊 阿珍说 因为每个女人啊 需要的东西啊 都不一样啦 小陈就问 我们男人怎么样 阿珍说 你们每个男人哦 需要的东西啊 基本上啊 都一样 不是吗 兔子和乌龟说啦 虽然啊 龟兔赛跑 最后你赢了 但我还是对你的人生态度啊 很不满啦 乌龟说 你不满什么啦 兔子说 为什么你遇到事情啊 总是躲在龟壳中了 乌龟说 别人的评论重要吗 其实哦 我这样做不是逃避啊 只是求一个宁静的环境而已啦 乌龟说 可是哦 被骂了 你也不在乎吗 乌龟说 这就是哦 我比你活得久的原因啊 哪像你看见什么都眼红 生活中啊 做好自己最重要啦 别人爱怎么说 就让他说吧 喜欢你的人哦 你怎么做 他都说你是对的 不喜欢你的人啊 你做得再好 他也说是错的啦 阿国啊 到夜店喝酒啊 喝到一半哦 他突然想上洗手间啊 但他很小气啊 又怕人家脱口 他瓶里都XO啦 并在桌上写了个字条啊 字条上写别喝哦 我在酒瓶里吐了口水啦 等他回来后发现字条上被人家加了一句啊 我也吐了一口啊 在战后检讨会上啊 有个将军啊 问一个士兵说 在正式战役当中哦 你是否表现很勇敢啊 士兵回答说 将军 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啦 在单兵作战时啊 我很勇敢的冲上前去啊 砍了一个敌人的双脚 将军就很好奇的问 为什么砍脚呢 士兵回答说 因为哦 他的头啊 已经被人家砍掉了呀 在战后检讨会上啊 有个将军啊 问一个士兵说 在正式战役当中哦 你是否表现很勇敢啊 士兵回答说 将军 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啦 在单兵作战时啊 我很勇敢的冲上前去啊 砍了一个敌人的双脚 将军就很好奇的问 为什么砍脚呢 士兵回答说啊 因为哦 他的头啊 已经被人家砍掉了呀 阿国啊 问阿雄说 女孩子身上啊 有个部位哦 爸爸可以碰两次 妈妈也可以碰两次 男朋友哦 只能碰到一次啊 阿老公哦 却一次都碰不到 你猜得到是什么部位吗 阿雄哦 东西西西西啊 就是猜不着 各位网友 你知道是什么答案吗 答案请看 置顶留言哦 小美问她的闺蜜 阿真说啊 你平常哦 白天要上班 你儿子给谁带啊 阿真说 我婆婆呀 小美说 哦 你真幸福呢 阿真说 还好啦 小美说 这怎么说呢 阿真说 白天哦 她帮我带儿子嘛 晚上哦 我带她儿子啊 逛街 这很公平啊 谁也没有占谁的便宜 不是吗 小美和她老公 结婚七年了 她怀疑自己老公 最近好像在外面 有了小三 她上网问聊天机器人说 男人搞外意哦 是不是有些症状 或者迹象可循呢 聊天机器人说 男人搞外意啊 通常有以下六大症状 第一 公司天天加班 第二 家务从来不沾 第三 手机回家就关 第四 简讯回完就删 第五 上场打呼震天 第六 内裤经常返穿 付合以上四项 属于疑似 付合五项以上 可以说是确诊 小美生日那天啊 她和先生说 亲爱的 我生病了 我恐怕得买个包包了 先生说 为什么呢 小美说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 包治百病吗 先生哦 听了 一句话都没说 马上跑到屋外 拿块砖头给小美了 小美问 为什么 先生哦 你难道没有听过 专治疑难杂症吗 三国时期 蜀汉刘备在成都 已长时间没有下矣 居民苦意缺乏饮水 疑似刘备就下旨 禁止民间酿酒 以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并办令 违者治罪 有官员在民间家里 搜查到酿酒的工具 就报告刘备 刘备说 家里有酿酒工具的 与酿酒同罪 第二天 刘备和大臣简勇出游 看到一个壮男 迎面而来 简勇就说 这个人 想要强暴人家 应该把他治罪 刘备说 你怎么知道呢 简勇说 他身上有淫具 和家里有酿酒工具的人 不是一样吗 刘备听懂了意思 就把前一天 颁布的命令 撤销了 汉武帝有一天 对大臣们说 像书上说 鼻下人中 长一寸 可以活到一百岁 这时候 有位大臣叫东方朔的 忽然放声大笑 一子大夫 就作报 汉武帝说 在朝廷中 如此不庄重 实在是对房上 还不尊敬 东方朔 听了就马上跪下说 臣啊 实在不是笑陛下 也不敢笑陛下 实在是笑那个彭主 长得太难看了 汉武帝问 彭主为什么就难看呢 东方朔说 彭主不是活到八百岁吗 那人中啊 长八寸 脸大概要一丈了 那不是比马还难看吗 汉武帝听了就 哈哈大笑三声啊 小美不久前啊 生了个儿子啊 但他这个儿子哦 经常提哭了 晚上哭 白天也哭啊 小美哦 被搞得实在没有办法 就和他老公说 你快拿本书来啦 他先生说 拿书来做什么 小美说 我每次看你哦 不是拿到书 就睡着了吗 如今哦 baby不肯睡 活房也拿本书啊 来试试看啊 吃晚餐的时候 妈妈 哥哥和妹妹 一起看电视新闻 新闻主播说 有个女明星 被一位负伤 打得鼻青脸肿 她开了一个记者会 身泪俱下的 控诉负伤的暴行 妈妈看了新闻 不禁感叹说 哎 这些女生长得 漂漂亮亮的 被打成这样子 真的好可怜 哥哥听母亲这么说 就很认真 而且语重心长的 跟妹妹说 妹妹 你以后 绝对不要嫁妇伤哦 妹妹听到 哥哥那么关心她 内心感动不已 不过 哥哥却接着说 你看 人家长那么漂亮 都被打了 你长这样子 一定会被打死的 夫妻俩人 打离婚官司 争孩子监护权 在法题上 气子理直气壮地说 孩子 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 当然归我了 丈夫愤怒地说 笑话 简直是胡说八道 提款机出来的钱 能归提款机吗 还不是谁插卡 归谁的 法官听了 当场阴倒 连律师也不得不佩服